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一个时期 传了几代之后到了孝文帝 北魏孝文帝 也不知道老天是作祟还是老天开玩笑 开我们天底下的人大玩笑 北魏孝文帝这位皇帝 跟他的列祖列宗完全相反 走极端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汉文化的mania 或者用现在去讲的话 他是一个华化控 彻底对于汉化痴迷无比 走极端 既走极端要汉化 所以进行了一个重要的大工作 迁都洛阳 这一块是山西 这个地方是河南 这边是河南 这边是山西 跨到这儿了 你看多少多远 为什么要迁都洛阳 洛阳是从周代以来中华文化的摇篮 是传统文化积淀 这边最深的地方 比长安还深 他建筑在这儿 那就是干什么 到这个环境里头来 最汉化的环境来 进行汉化 而且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的汉化运动 滑化运动 滑化到一个情形 莫名其妙 他把自己祖宗的姓 改姓为原 他本来叫驼拔 现在他不要这个姓了 他姓原 比如说一个日本人 他本来叫佐藤 或叫陵墓 这是他的姓 不要叫佐藤了 不要姓陵墓了 他改姓为王 张 姓王姓张 换句话说 俗帝王族 把他祖宗姓都给去掉 因为一听就知道是外国人 改姓 中国姓 原 不但自己姓原 命令贵族们一律改姓 并且鼓励先被贵族与汉人通婚 这就是孝文帝西都洛阳的真正意义代表 他大规模的进行改变 他彻底汉化 既要汉化 所以 第一 政治上头的作为就是 西千都 千禧 千都到 汉文化积淀最深的古老独臣洛阳 中国的小福音 西很艺朗 对 中文字 掌握 一切 争按照 在海音宿 外门 您的 和 人 都是 一切 以后 离开 一切 在 你 去 去 field 汉 总的法国人的精神很简单 搬到巴黎去 就是如此简单 一点都不难解 然后在那边很简单 从此你把你自己的中国的姓全部都放弃 然后采取的通通都是所谓的外国姓 以后你不再姓王 你不再姓查 你的名字叫做stuart 你的名字叫做所谓的blacksmith 你的名字叫做bush 整个看 所以从你的心上你都听不出来你是一个所谓的中国人 或者是汉人或者是台湾人 完全听不出来了 第二件事情很简单 当然我们讲过还有其他的连带的种种政策 他命令贵族也通通改姓 并且鼓励贵族们与所谓的汉朝的 汉族的所谓的高等门帝相通婚 同时他在当时也在新建很多的所谓的学校 而后希望传播汉文化 更要紧的一个事情他要做的就是 你要能够要有汉文化 那当然汉文化的精神寄托 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书籍 你哪来的书 不错 从他的老祖宗在当时就有汉朝的一些书籍 这汉文的书籍是不错 但那哪够啊 所以怎么办 借书于齐 向当时的南朝的宋齐良臣的 萧道成建立的齐去借书 这件事情是毫无问题的事 因为在南齐书卷四十期王荣传 三横一竖的王 荣和的荣 彼此相处融洽的那个荣 记载的非常清楚 北方派使者来求书 就等于台湾现在想全判美国化 英国台湾的书籍还不够 英国的所谓英文写的书不够 怎么了 向美国向英国借 买 各位要切记啊 借书啊 他讲清楚是借啊 书最后要还给你的 为什么他都不提买 因为很简单 根本买不了那么多 当时又没有所谓的科版印刷书 当时都是抄书 所以他给你借来 我抄一个副本 原书要归还的 原书要归还的 这件事情 从他现在随书经济制来讲 好像因为他跟南方的旗借书 南方的旗把书借给他了 所以在北朝的中央政府皇家不对外开放 在北朝秘的收藏书的福当中 稍微因此汉文的书籍较多了 胡说八道 所以说在这边乱写 对照南齐书 我刚刚讲卷四十七王荣传 知道当时北史南来求书 王荣当时尚表给当时的五帝 南朝的旗 上表给五帝 表示赞成 这一段时候是在齐五帝年间发生 齐五帝的年号只有一个 也就是永明的时期 这一段时期 前后十一年 他当时尚表给五帝 赞成 理由是什么 传统的观念很简单 如果北方都受到了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 姚舜语汤的这一套文化的影响 最后 他们最后就我们想把他的野性慢慢的消除 使他们的所谓道德感越来越强烈 而且中华化的力量越来越大 所以很容易收服 就是不能用军事功课的 用文化软刀子软力量想法子将它降服 所以他赞成给五帝也同意 但是根据《王荣传》所讲的 事情完全没有成功 就是没有实践 是尽未果 事情究竟的尽 到了最后未果 未来的未果 果然的果 并没有具体的实践 《王荣传》 《王荣传》是死在所谓西元494年 也就是五帝过世以后 由他的孙子继位 玉陵王在位的时候 翘辫子的 就是五帝才过世 玉陵王才继位 他就被干掉了 也就是说他在西元493年 永明十一年 永远的永明天的明 十一年 到所谓玉陵王 正式改元 龙昌 激龙的龙 南昌 昌盛的昌 元年 西元494年 就是在西元493年到西元494年的时候 所以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既然是在五帝年间发生 那应该是相当早了 就大概至少是在西元487年到西元490年之间 这段时候发生的 最晚 也就是在这段时候发生 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年代 但是我们大际上可以推算 这应该是在永明的所谓的 中期或初期之间发生的 结果呢 没有 没有事实 那好 那现在怎么 与此相对的就是看北魏的书 魏书 在卷期孝文帝本记底下记载 孝文帝太和 太太的太和和平的和 太和九年西元495 记得刚刚怎么讲的王荣死在哪一年 不是死在西元493就是到西元494年之间 而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西元495 那就知道 而且我们讲过 借书的事情一定在西元494年之前 相当早应该在西元487到西元494年之间 就已经发生了 向南朝借书 南朝不给 没有给 至少没有给 北朝怎么办 所以在太和年前 这一次特别是因为是重大事件 在太和19年西元495年 孝文帝下诏 向天下求书 希望天下献书 又回到老太 中央政府没有书 最后求助于社会 用现在老的话讲 中央银行没钱了 请全国百姓捐钱 所以我仍然要再唠叨 不嫌各位不嫌犯 不怕各位嫌犯 书及文化的力量在社会绝不在政府 靠政府只有死路 而且越靠越糟 一定要靠社会自己本身 所以 匿府之中稍微到后来充实 是北朝人自己献书所致 绝不是借书于南齐 他在当中给你乌利玛拉 他省略掉 他没有说南齐不借 他也没有说北方北魏向社会求助 他都没有讲 但是他就讲 匿府之中稍已充实 就是当中他给你空一段 就是 今天我来学校 点点点点点点 然后回家 当中呢 当中没有说 到底上课没有上课 打瞌睡没有打瞌睡 去社团外 还没有去社团外 通通不讲 最后就然后回家 所以他给你当中割开了以后 把点点点去掉了以后 那就是说 好像他没有说谎 其实他都全在说谎 就是他不讲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前头去讲 北方在当时 基本上就是两股力量 一股就是所谓的关西 前情后情 是极端文化程度高的 而且书籍量也不少 另外一股力量在关东 就是慕容家建立的前焉 后焉 南焉 他的文化汉化程度也相当高 而且也都分别成立所 两个地方都分别成立学校 教导子弟 教导子弟教导的不是底 也不是枪 也不是鲜卑的文化 他们有 或他们的书籍 他们有什么书 他们有个鬼 下面我们就要讲了 不错 他们是收集了一些书 也向社会求助 所以他们有些书 但是问题 这些书到后来 按照他所说 几乎全部被搜刮禁禁 被南朝搜刮禁禁 什么原因 就是宋武帝 宋武帝 前头就是东晋 宋武帝到后来 他是个军人出身 而且他没有文化常识 出身非常卑微 他怎么过活的 古书很有意思 你要会读 你不会读 你只按照字明 最后整个证是白搞的 他有时候 他告诉你 他会种田 他会打鱼 他会做陶土将 他会做木将 他会打猎 多才多艺 什么意思 他是打灵工的 连长工都不是 怎么样子能糊口 他就干什么活 今天赌场要小弟 他就临时去做小弟 明天需要有一个搬水泥的 他就去搬水泥 后天需要一个采果子的 好比现在果子成熟 人手不足 他就去采果子 就是靠打灵工过日子 男士讲得更清楚 他根本讲卖草鞋 卖草鞋只是当中一段 就是摆地摊 他就是靠这样子过日子的 出身非常卑微 所以最后很简单 在这种人要出身 在当时很简单 怎么办 南朝又是一个讲究门第出身背景文化的人 他怎么办 只有一条路出路 当地 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